投票率也沒有很高 其實重點不是投票 重點是解決問題 所以投完票問題沒有解決還是沒有用 那國本任務投票國民黨考慮合作 因為台北市好像比較沒有散開 不是很錢的樣子 我跟你講 選舉還那麼久 還一年 這樣啦 每個人按照他的步驟去努力 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老是在想什麼政黨對決 什麼什麼 不用啦 就是照自己的理念去做就好了 那像北部的好像是同意的比較多 南部的同意的比較少 你會不會覺得台灣有兩個意識不同的 你也不可能全台灣一模一樣 這個很正常 我跟你講 以前我去過韓國才知道 哇 韓國那個比我們更嚴重 韓國那個投票按照每個地區那個比例不一樣 比台灣更嚴重 所以我倒覺得這也沒什麼奇怪 那主席議長 請問你喔 美國很多的縣市都拼著要升直轄市 那我們彰化線也在爭取 您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沒有啦 國土重規化喔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題目 不要為了選舉到喔 每次都亂七八糟 台灣應該六度嘛 我再問你就好了 六度都已經很荒謬了 現在六度以後還在第七度 第八度 我跟你講 不要為了選舉喔 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這不應該啦 台灣國土重規化 這是很嚴肅的事情 行政企劃重劃分 我也覺得應該要做啦 只是要怎麼劃分 這要討論的 所以被六度變九度看法其實怎麼樣 就很離譜啊 六度都已經很離譜了 臭上加臭而已 如果從彩化法或者地制法去改變 您認為可以結局嗎 沒有啦 這個是很嚴肅的題目啦 其實我本來你知道 本來我們最近台北市政府就發一個函給行政院 就是說 這種要以其去討論這個什麼行政企劃重劃你知道齁 不如是這樣啦 現在行政院成立一個 比方說北北基辦公室 把那個合育治理啦 還有這個鬼道運輸 還有公宅都市計畫 可以整合的先整合嘛 凡事要有第一步 啊你這個 不做 然後直接在跳什麼行政企劃重劃 你知道 相當困難 主席 如果新竹縣市合併的話 會影響民眾黨在新竹縣市長選舉的援選 我跟妳講齁 就剛才那句話齁 不要為了選舉去改變行政企劃 其實我知道民進黨在幹什麼 他們一直在做民調 然後他們只要發現他們會輸給高公安 他們就會先制合併 我也非常清楚 但是我覺得這樣啦 不要為了選舉去搞這種事情 台灣行政企劃重劃分 就是很嚴肅的事情 應該要做 但是要怎麼做 要討論 不是選舉道論 要開始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主席 關於公投 會不會覺得說是執政黨在操作藍綠的對決 但是這樣啦 有時候 不然是操縱藍綠對決 可是 也是國民黨自己去怎麼講 有時候自己投身出來被人家砍 所以是這樣啦 常常是 還是不要老是在政黨對決意識形態 其實公投題目其實是要討論的 不管是核電 或者是藻礁 台灣的能源政策 產業政策 這也是很嚴肅的題目要討論 所以重點不是投票 投完票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我是講過 我個人是主張核四 任賠殺出 但是如果你核四要退出 不蓋了 核電要停掉 可是你那個電力的缺口要怎麼補上去 再生能源 2025要達到20%了 沒那麼容易啦 拜託 任何那麼容易 所以還是不要講空話 到底問題要怎麼解決還是要講 好 OK 拜拜 好 感謝剛剛你們的大 辛苦啦 辛苦了 來 其實最重要齁 還是要一種 這跟1921年蔣衛水的台灣民眾 台灣文化學會的運動一樣 其實還是要不斷的一種 透過這種演講啦 教育啦 文化運動 其實台灣真的要改變的是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不改變 沒什麼 那個 政治文化不改變齁 然後想要去改變政治 很困難啦 其實市長 這樣子資源不對等 你覺得民眾還別再相信什麼 沒有 這個是這樣嘛齁 我也知道很困難 可是難道也就不做嗎 總是要努力 我每次說 我幹過最困難的事是一日雙塔 人家說一日雙塔的秘訣是什麼 我說雙腳不要停 你覺得我練 我要不要道歉 謝謝 謝謝 好 來